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一致性角色生成的模型 叫做MagGraph 那这个MagGraph是基于一种遮罩引导的视频生成技术 那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一致性角色生成 其实有点狭隘 当然它可以参照各种各样的东西来生成 包括环境 包括物体 包括动物 当然也包括人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 就是我实测出来的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 在整个的事例里边 包括单个人物的参考生成 两个人物的参考生成 以及三个人物的参考生成 我们都做得非常的棒 当然了 构建这个工作流 我还是参考了一部分它的原代码 这个待会我们细说 但现在看到的就是MagGraph 它在Github上的手印 我们在这个事例里边也可以看到 它有SingleID MultiID 还有ID Objected 加Background 这样三种不同的生成方式 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这个技术出来之后 它更新也是比较快的 到了6月20号的时候 K神已经对这个模型 进行了Confi UI的适配 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工作流 所以说我就给大家构建了一个 那我不敢说我构建的这个是最好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 下边我们就看一下 你怎么在Confi UI里边去使用这个东西 那首先呢 大家需要打开非常熟悉的这个扩展 叫OneValue Upper 是这个K神对于OneValue的一个扩展 那这个里边呢 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关于MagGraph的相关的信息 这个呢 你需要打开它的模型列表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OneValue在包包脸上的模型列表 那大家可以看到大概在两天之前呢 K神发布了一个新的模型 叫做MagGraph 14B FP8 这个呢 是这个模型的一个FP8的量化版啊 它的大小大概是17.1G 那大家呢 只需要把这个模型下载下来 放在你的Default Models里边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了 那这个工作流到底怎么去搭建呢 那我在RunningHub上给大家构建了相应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么大家回头呢 可以在平台上搜索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 然后呢我回头会将今天所有的工作流呢 都发布到RunningHub上 大家可以直接去使用 好 下面呢我们先看第一个工作流 叫单主体的参考 那首先呢 我们对工作流呢 做一个基础的解析 第一个呢是配置的部分 那我们分别设置了它的宽高 还有我们的帧的长度 然后呢 关于主模型加载的部分 这个呢也比较简单 模型的三组件 大家注意 首先呢是我们下载的MagGraph这个模型 然后呢 为了让它跑得更快呢 我这加了一个Laura 那这个Laura呢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说到的 Self-Falcing 14B的版本 当然它现在的名字叫做LATX2V 然后呢 由于我生成的针呢比较长啊 所以说呢 我开启了块交换 这儿呢 我用的是15 我们的文本编码器和我们的这个Ve呢 和传统的万模型是保持一致的 然后我这还单独加载了一个视觉编码器 因为呢 它本身属于一个图生视频的东西啊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解析图片啊 这就是主模型加载的部分 好 下面呢 我们先看一下参考图处理的部分 大家注意 我现在的视频分辨率呢 是832乘以480 而且是81帧 我建议大家尽量的是81帧啊 你不要太长 太长的话 其实效果呢 并不是最好的 那大家在这儿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处理参考图的这个策略 跟你之前处理的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怎么处理呢 你要注意 处理参考图的时候 是按照你的分辨率 比方说你是832乘以480 然后水平的分隔成三份 如果你832除以3 它除不近的话啊 那就是中间那个 可以稍多一到两个像素 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尽量呢 那是保持均分 那比方说我要是一张图片 那我需要把这张图片呢 进行一个等笔缩放 把它放在什么 中间那块 就是三个均分嘛 把它放在中间那块啊 这是处理单个参考图的一个基本的策略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 我这是这样去做的 首先呢 我把宽度啊 进行了一个整图的处理 A除以3 那这样我会得到一个值 这个值的话呢 我就构建了两个空的图片 因为它分成了三份嘛 必定有两个是空的啊 所以说有两个空图片 你要注意这个空图片的颜色是白色的 这个和VCE保持一致啊 白色呢代表着什么都没有 大家可能都记得啊 所以说这儿的一个值是一个16进制的写法 大家尽量这样写0F 然后F 这是白色 会撤 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值 然后你要注意 我现在把它做成一个batch 就是做成一个批次啊 我先把这个空图片和我这张图 先做一个batch 然后再把这个和这个图片做一个batch 那为什么不用这样的节点呢 你如果要用这样的节点呢 你输入的这个图片的顺序 和它真正生成的顺序 是不见得一致的 所以说呢 我们分两次来构建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 左边是一个白的 中间是我这张图 而右侧呢 还是一个白的 那我就能保证它在中间了 对吧 那这个图片生成之后呢 下边我们对它进行处理 处理的方式 首先呢 我们先去背 三张图片都去背 当然白的就不用去了 是吧 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三张图片给它连起来 就是做成一张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保证 就是三张图片 按照我们想要的顺序 它是正常去排列的 有像素的那个部分在什么 最中间 而且是去掉了什么呢 去掉了背景的 然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resize 注意这儿我用的是派的啊 就是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是进行外部填充的 那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对应的这个图片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呢 我们现在呢 给它跑一下 大家看一下跑出来的实际效果 是什么样的啊 好 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张图片和我生成的两个空图片 进行一个什么 爱吃的组合之后 然后呢 我们进行去背的操作 大家看一下背景给去掉了 然后呢 再把它连成一张图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进行一个resize resize呢 是直接把它塑放成了 8下2乘以480 所以说呢 我们的参考图和我们的分辨力 是需要对齐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处理的手法啊 好 然后呢 最重要的部分就来了 那这个图片怎么去用到采样上面呢 首先拿视觉模型 对我们刚才生成的参考图进行编码 这个编码之后呢 我们会称成一个图片的向量啊 大家注意 这个值呢 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把生成的这个向量 然后过这个节点 叫one video image to video in code 有人说这个节点是干嘛的 那这个叫image in bytes 这个也叫image in bytes 这个是干嘛的呀 生成浅空间的啊 所以说你要注意啊 这个其实是进行这个什么编码的 这个至少啊 是生成浅空间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vee 然后有这儿过来的这个什么 clip in bytes 然后呢 这个start image 我们还是把这个参考图给它传过来 under image不要 然后剩下的control in bytes也不要 完了之后呢 进行我们的采样 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是过我们的文本编码器 在这儿我写的是 美女正在蹲簧墨高窟前面跳舞 背后是一个巨大的佛像 进采样器的时候 大家注意 在辅助的这个功能上面 我只开了in hans value 让画质呢 有所增强 别的呢 都没有动 那我们的model连过来 这个是我们的文本编码器 连到文本的嵌路节点上 然后这个啊 image in bytes 是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 给它连过来 其实它的效果呢 非常像我们的浅空间 因为在这里边呢 我们既设置了 它的参考图片 其实也设置了真长度 所以说它叫 这个in bytes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 浅空间的这个部分 完了之后 你要注意 由于我增加了这个 加速模型 这个suffer forcing 所以说你要注意 步数我仅仅用了八步 shift的值 用的是八 cfg用的是1.0 排样器啊 我用的是lcm 完了之后解码 最后就得到我们这个效果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非常的漂亮 我们的提示词呢 完全的展示出来了 在敦煌墨高窟前边 一个美女呢 正在什么 正在跳舞 那你可以和这个参考图片 做一个对比 大家看一下 这个相似度呢 还是非常高的啊 因为我这个脸部 现在占的区域 并不是很大啊 而且上身 大家看一下 穿的这个衣服 也是非常像的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单主体的生成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处理好啊 有的人说 那为什么你知道怎么处理呢 待会我告诉你为什么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测一个 这个参考图 大家看一下啊 是一个美女 骑着一匹马 整个处理流程的 跟刚才一样 然后我的提示词 变成了说 穿着金色铠甲 骑着褐色战马的美女 在沙漠的绿洲里边 骑驰狂奔 大家注意啊 在写提示词的时候呢 官方有一个说明 大家注意啊 在这儿有一个note啊 注意的事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说如果你想得到比较好的生成效果 你描述这个可见物体的时候呢 尤其是这个参考物体的时候 一定要准确啊 也就是说 尽量的不要光写这个男的 这个女的啊 要写穿什么衣服的男的 留什么样头发的女的啊 就是尽量的描述的要什么 要准确 所以说在我这就写的是 穿着金色铠甲 骑着褐色战马的美女 在沙漠的绿洲里急持狂奔 什么呢 是一个宽屏的 呃 注意即便是宽屏的 整个的处理的流程也是一样的 完了之后 我们先看提示词吧 说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美女 正在湖畔翩翩起舞啊 精致的脸庞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在湖畔翩翩起舞 整个的一致性保持的也是非常棒的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的呢 就是单人物的这个生成啊 下边呢 我们看一下双人物 双人物的参考呢 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 参考图的一个处理啊 那我们先说一下思路 如果是两张图片的话 我们把整个的图片 分成了三等份之后啊 在最左侧和中间 填充这两个人物 那比方说 大家看一下 我先把第一个参考图 进行了一个resize 它的高度 当然就是我们分辨率的高度 但是你要注意它的宽度 同样是我们宽度的三分之一 那这个做同样的处理 完了之后呢 我们先把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 又是这两张给它连起来 然后再和第三张空图片 给它连接起来 然后呢 后边就基本上一样了 那这儿呢 有一长段的提示词 注意还是记住啊 那个原则 描述人物一定要准确 所以说是穿着黑色皮革长裙的冷峻女子 就是她 然后和穿着降紫色绸缎长裙的妖娆女子 就是她 他们俩在干嘛呢 拿着宝剑进行格斗 大家开始这个效果 非常的漂亮 左边这个 右边这个 不管是人物的一致性衣着 这个整体的表现 动作流畅性 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呢 还是我跑它一遍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 各个图像出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那参考图的部分呢 已经跑出来了啊 大家注意 这两个呢 最终出来的参考图是这个形态的 空间和左边是被我们填充上的 而右侧呢是留白的 大家看上生成的这个效果啊 非常的漂亮 是吧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 刚才呢我们用的都是人物的 下边我们换一个 我们换成一个人物和一个背包的 那我这个提示词变成了什么呢 一位身穿紫色长裙的女子 背着一个粉红色的双肩包 正在惬意的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这个生成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你注意啊 在这个模型里边 什么时候人物的一致性表现最好的呢 就是正面啊 正面触你的时候 这个人物的一致性表现的非常的好 但是一旦是测量 这会就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啊 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技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两个物体的 这个就有意思了啊 再看一下啊 这个参考图呢 是一个美女加上西兰花 那我这提示词呢 由于是中文写的 所以说我毫无顾忌啊 我就这样写 说一位身穿紫色长裙的女子 啃了一口手中的西兰花 面露享受无比的微笑表情 看生成的效果 这多一个人物啊 不用管他 看这个侧脸的时候 很明显 这个一致性就会受到破坏 但是正脸的时候就非常的棒 是吧 啃了一口西兰花 非常的好 接着我们来看吧 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这有一个 不知道是汽水还是啤酒啊 然后这个人物没有变啊 我们生成的提示词呢 还是这样 说一个身穿紫色长裙的女子 喝了一口手中的蓝色罐装啤酒 那你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经常写的这个 就是一个包和一个美女啊 我的提示词呢 更简单了 说一位身穿紫色长裙的女子 正在卖场里展示 她的蓝色手提包 看一下这个效果 很漂亮啊 你注意 她面向你的时候 这个移植性保持很好 一旦测脸 其实呢 有一些变化啊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三个图像的参考 那这个呢 其实参考图的处理就更简单了 因为没有空图片啊 一二三 我这呢 用了三个人物 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美女 一个穿着紫色长裙的美女 一个穿着黑色皮衣的美女 你看我这个提示词 写的是 灰红的中式宫殿里 穿着黑色风衣的女子和褐色 对于我这写错了 一个是黑色 皮衣的女子 正在向一位穿着紫色长裙的女子 弯腰行礼 由于提示词这个描述的不够细致啊 但是呢 生成的效果也还可以 整个的画面感呢 人物的表现啊 动作的流畅性啊 都还是非常棒的 最后呢 我又测了一个这样的场景 还是这三个人 然后呢 我写了一个在热气腾腾的饭店里啊 三个人啊 一起吃火锅 看一下 怎么样 都挺棒的 是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模型啊 我觉得这个模型真的非常的棒 大家呢 一定要试一下啊 一定要试一下 由于呢 这个工作流 我们并没有 官方的工作流 作为参考啊 可能很多其他的大V 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下面我就告诉你 我怎么知道 是这样去处理这个东西的 我们打开Magraph 然后呢 我们可以点开这个叫Subdicate to value.py 这是它模型生成的一个主要文件 它主体生成 是靠下边这个函数 叫做Generate 然后它处理参考图 这有一个函数叫做 ProcessRefImage 这里边其实 是告诉你怎么处理这个参考图的 所以说呢 我不是瞎猜的啊 那官方就这样处理 那我们通过这么多的例子 也发现 我的这种工作流呢 是有效的 我也没有过多的去抽卡 大家看到人物的一致性 整体的效果呢 都能得到非常好的表现 能把这个模型的特点呢 完全的给表现出来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赶紧自己试一下 作歌 感谢观看